人生短短幾個秋 不醉不罷休 東邊我的美人 西邊黃河流 在台北市長辯論上大唱愛江山更愛美人 胡二陽一曲爆紅人人都會唱 現在又將披著安定力量戰袍 出征不分區立委喜次 很多法案要想要把它改變 因為我們台灣的制度 民主制度很好 可是民主素養不好 我會推廣蜂蜜檸檬是因為不捨眾生之苦 這個配方對健康真的很有幫助 大推蜂蜜檸檬一系變成網路最夯話題 7月又宣布成立白色聯盟 由於黨不推人選立委 只好轉戰安定力量不分區立委 而胡二陽在裡頭也排名第七 就剛好就有認識這個安定力量 聽一聽聊不聊感覺上人還不錯 那我就說不然我去參加你的部分區 幫你們忙還是你們幫我們忙 都一樣 以為寫錯名字嗎 沒看錯花蓮許願神又來了 2016年參加市長補選獲得223票 不僅有電將執照又是截頭藝人 既然市民代表這回也角株立委選舉 騎著自治選站腳踏車掃街敗票 我是八代花蓮人 20年來我們花蓮人真的是 很多很多的產業都可以發揮 就是要靠我這個專家農業專家 2020大選將近立委候選人 另類宣傳也意外掀起熱議 記者 劉喜嘉 花蓮報導 好 好 好